花蓮县生命线协会45周年起初大会也在星期天的傍晚举行 除了表扬资深志工及优干部还有艺术品的艺麦和招待弱势机构怨声用餐的活动 理事长江岳成感谢志工们无私的奉献 也期待社会各界可以给生命线更多支持 让志工们有足够的能量来帮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民众 花蓮县生命线协会45周年大会星期天的傍晚举行 会中表扬资深志工还有荣誉干部 感谢志工伙伴们常年来的奉献 我们花蓮县生命线所有的志工到今天不断的卓越成长 已经有163位的志工365天24小时来接线 为所有花蓮到全省需要心灵上需要立即的帮忙上的心灵民众来帮忙 那这次已经45周年了 当然每一个公寓团体都像生命线一样 都有一些裁员或需求上的一个需要帮忙 那所以我们特别有一个慈善的意脉 那很感谢廖青云老师李鸿冰老师还有邱金兰老师 他们的作品能够来拍卖 然后我们会善用这个善款在生命线做些更有意义的 我们今年的感恩餐会呢 也募集了40桌我们邀请了常光幼幼院还有毕市大 我们邀请他们的院童一起来共享我们生日快乐 华联县生命线协会今年还获得多位艺术家支持 提供了多件珍贵艺术品来意卖 要作为协会业务推广的基金 在庆祝45周年同时 协会也邀请了多家社福机构的院生共进晚餐 理事长江岳成感谢志工们的无私奉献 更期待社会各界能够给生命线更多支持 让志工们有足够的能量来帮助更多民众 谢理会华言士报道